有一個貴賓 就是民進黨的主席 蔡英文蔡主席 在我們的主席 貴重 聽受的一位 他今天特別來這裡 請蔡主席 我們的吳台主席 吳社長 吳先生 黃主席 還有張岩縣 藍教授 我們來現場 很多的前輩 好朋友 大家好 今天在這裡 我知道是新豬發表會 不是追思會 不過對我來說 比較適合是一個追思會 因為我們的交通選擇過新的時候 我剛才在選舉 所以那時候 沒時間 來到我們的交通選擇 追思會 來到地獄 不過 交通選擇過新的一天 我有跟誰 我也有來看 交通選擇的一星 剛才我們在看押平的時候 我們也知道他一世人 最重要的事情 但都很清楚 很多政治人員都在說 說他們一路走來 始終如一 我感到真正一路走來 始終如一 就是我們的交通選擇 我當民進黨當主席以來 我每一代看到交通選擇 他對我都很期待 也很鼓勵 他也知道 一個政黨的目標 一個政黨做一個政黨 要告訴我們的現實 要有一定的妥協 所以雖然說 他有很多政策的目標 也有很多事情 他期待說 民進黨可以來做 不過 他也知道 政黨的困難 他對後悔也很感染 他看著我 他就給我鼓勵 他從來沒有對我很嚴厲的說 你一定會做什麼事情 他都是很慈祥的看著我 給我鼓勵 他也知道 我真的很清楚 他的心裡希望我們給他做的是什麼事情 所以這段時間 我做主席來 我每次看著他 我覺得就是一個鼓勵 一個愛護的心情 在這裡 我也要說一個小故事 有一次 他打電話給我 他說他要跟我記憶 他說他有一個朋友 有位要叫他跟我講 我就跟他要好一個時間 過幾天 時間到了時 我那天很不容易 找不到 跟我的助力卡丁給我 他說 主席 我們的房主席還在帶領 所以我就趕看他 那天他已經等我30分鐘了 我看到他的時候 他沒有想起 他就幫我解釋一些事情 後來之後 我們兩個就坐在那裡吃牛排 那時候 我看到他在吃牛排的時候 我覺得他真的很喜歡吃牛排 我也有一天我感情說 他的身體很動得住 吃得這麼大一塊牛排 吃完之後 我又把他送回去 我感覺到那天 他感覺到那天 他感覺到有一個女生 陪他吃牛排 要送他回家 他感覺到很幸福 他感覺到很幸福 所以我就忘了他的臉 那時候 我就跟他說 他說 流浪生生 我們現在還在選舉 我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回做 他已經爬起來 我們就跟他做回往前走 那時候 我真的沒有感覺 他已經離開我們 雖然說 我認識他的時間不長 愛他的早年的生涯 我沒有能夠參與 也沒有很細心地去觀察 不過 我做主席在信尼